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积极小镇的观光发展 民宿业者高知豪推出特别的打工换宿方案 邀请青年朋友透过文字、摄影、美术等方式 记录积极的人事物 只要有热情、有想法的年轻人 都有机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打工换宿 我们打工换宿的部分主要是想 在帮助积极镇做下一个记录 那让我们将来如果有相关要做社区发展 以及积极的想法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提供我们参考 目前计划是希望因为主题是记录的部分 那希望是有在历史、设计、美术、生态 或是在采访上面有专长的同学来这边 以及好友们都来这边协助我们做下这样的记录 因为期许参与的年轻人能够发挥偿财 帮助积极深度旅游的推广 所以业者呼吁青年学子提供履历 以及对乡土记录的计划 原则上我们的打工换宿的部分 希望是先投递履历以及简单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会跟投履历的朋友们 先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确定我们需要执行的方向 那我们再来进行这一部分 入住到我们的民宿 然后顺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利用三五天的时间 就是调查地方的一个文史 顺便做一下记录 透过这样的一个打工换宿的一个形态 可以让大家就是来这边入住 不只是说只是路过 能够更了解我们整个一个 积极的一个历史跟典故 一般的打工换宿都是打扫清洁的工作 而这家民宿却是希望青年朋友 用自己的方法来记录集集 为社区营造付出 因此也获得议员陈昭玉的认可 有所专场的都能够配我们两脚市集的进住 老板特地在这边要来招待大家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专场 就可以来打工换住宿 我希望透过我们议政频道 能够号召更多有智者 有智的青年到我们积极来 为我们地方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采风的一个记录 都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然后用这个消息 报给大家跟两脚市集来联络 只要你有对文化典长 各方面的一个专场 都能够打工换住宿 欢迎高中或是大专院校的学生 将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 并且用实际行动 为集集观光尽一份心力 民意新闻洪佳燕 集集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的观看 谢谢大家